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打街霸 我全面回歸圖鬼 因為我想向著 向著1800分的目標進化,看看能不能做到 先打這個大三婆 幫中腳撩走出星腳 幫重腳打一個TC Combo賣場 打出不少傷害 一巴掌起上D反,看著升 再來一個八鬼閘 突閘成功 1600分的瑪莉莎在防守方面就似乎是駕不住 一個跳入成功 總結來說,跳入瑪莉莎也是還算OK的 如果她不懂得怎樣對空的話 強勁的瑪莉莎怎樣對空呢? 她通常是後跳中,後跳TC拳 不知道是中拳還是總拳 有些會用超人拳來對空,但其實我一般穩固 一個打背 想起身一個指令頭,但被我一個救星救走了 雖然看上去打得很輕鬆 但其實打大三婆無時無刻都要處於非常繃緊的狀態 因為9000血的浩鬼基本上吃一套又不見三分二 第二場繼續打 好,出波,截她的中拳 浩鬼就是用波動拳來納回的角色,所以相對納回的風險是很高的 因為會被人跳入 這個空波不漂亮了,因為太近了 對方就 總之Malisa兩下中拳,你一個EX星救下去,她怎樣都會死 她無論是用OD超人拳,都會被浩鬼爆甲 然後一個大combo 直接R,可否打到Burnout就很關鍵了 她說她那天perfect perfect 因為她只剩下那麼少動力槽,她一定要perfect parry才可以沒事 基本上她 Burnout完就去死期了 好,我中腳打一輪 看看 其實打Malisa很簡單,你佈著她的出星腳,出星拳就完成了 對,即是Iliha 你全神冠珠報她這一下,基本上她就攻不進你 直接打一個,我押上場 出球 照舊她起上D反 她這個是一個combo 正常選擇合理,她快死了 你看到我被人打到5900傷害 oh shit 基本上她隨便選擇一套combo,你都死了 最後一燈 一下中腳射不到,就硬打她 那我中腳繼續射吧,豪鬼的中腳也挺屈肌的 要破壞中腳就不難,要是有Inplay,要是跳入,但兩個都要先毒 好,下中腳折屈 直接交一套Lv.C,Lv.3,看看可不可以Burnout 這個還未成功 真的差一點,但跟著這一下弄個EX4 她寧願吃都不Burnout 這個插腳給她打背,很漂亮 我這一下是看準的空對空,不是狗禁的 這一下OK 就憑我現在的實力應該是有人相信吧 以前你說的狗禮,但這一下就很明顯是空對空 一豪鬼空對空,基本上不單是豪鬼 一隻隻角色空對空都是跳中拳 性能非常好 打這個Terry 一開球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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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個簡單的綠衝走去搭她 因為我不理,需要先擋一擋 還有一個簡單的Combo 已經打了3000傷害 這一下沒有捉她解答 我被她打,她打錯了 Burnout了,不要緊,升吧 這一下跳球失敗 第二場 騙到升,但這一下我以為是Punished Counter,但不知道為什麼不是 結果反而我吃一套大的 在這裡打東西 哎呀,拆了 唉呀,拆了 拆阿達 三次 這裡,哎呀,打算用修羅史萌出回去,但她一個球能打到 這樣可以幫我上跳嗎?哎呀,不對 這個Terry的Combo有點奇怪,她可能想搏中拳,但按了重拳 好 好 出不了她的 其實這個距離用,我想引她跳,她一跳就升,但她竟然是輕拳折 好 阿森羅閃空對於這傢伙沒什麼用的,看完這幾場 直接交氣,不要留,因為已經是第三燈了 在雙方的動力重逐的情況下,交了才有好處 那我中段技打 好,那 Semi不行 好 哎呀,這一下打算什麼 應該死了 第一場應該不用看死眼 第二場 一個不小心,剛才按錯按鈕,搶不到按鈕被人打截擊 剛才那天自己是白癡的,那天搶不到按鈕 一開始騙升,她應該不受騙的 基本上有些招你用過一次,短時間內就不會有效 Terry最強的反波中拳,中距離突進技 我又試這個阿森羅閃空出不回去,其實對她沒什麼用 嘩,這樣 好慘,傷害不大,但侮辱性極強,這裡又死了 看見Terry塞在場,下場也挺慘的 嘩,成功跳了反波拳,那先把3,400傷害給她 好 撐開她 嘩,來了 這套也有2,200 我告訴你,當你用完Terry再用了豪鬼之後,你真的發現原來豪鬼的傷害真的很高 也不是說Terry是低的,但豪鬼是特別強的 我猜她好像跳舞一樣避開我的攻擊 出不到反波拳,白癡 這招我必殺技的就是垂直跳不禁制,落地立即拗 好孩子不要學你,因為風險太高 不適合 建議不要學我這些壞習慣,反波中拳打走了,打不到 升吧,這樣也不升嗎 中段技不行,繼續壓,因為我有我加的 好,這一下 選擇壓板 這按跳為什麼?因為我要加動力槽,所以這裡不加了 死不去,應該還有一敵 但是這個位置一定會交氣,因為 就算你BURN OUT,你隨便HIGH HIGH,他都會死 直接答話,這一下也高人膽大 不過其實這一下就算我答不到,他最多只能夠輕拳折握我 就算我失敗也不是扣好多,那我一點就撥得過 好,第3場 看看Terry復仇成功 他的攻會是MAKRA,是澳門 應該是澳門人 一個波折走他 想SIMI,這一下再來 繼續壓 哎呀,這一下如果按中拳應該可以的 這一下極強聲沒有的,還沒練成,不好意思 其實沒有練過 那他逃跑,怎知道他反應這麼快 他自聽拳截得很快 那,在黃SIMI的時候他又不夠 有時打格鬥遊戲,你每次都猜錯,真的很難玩 好,一個最強中斷技 嘩,這個還沒死 這個夠了,那就死吧 嘩,竟然他掉了 嘩 嘩,這一下看著來升,因為我自己用Terry,我知道 他一個失誤就想不到被我反省,所以又成功一次 打Terry呢,開球跳多一點,他最多都是屈過來升你一下 但你跳到的成功率就很大,很大回報 我建議還是跳一跳 反正你沒有蝕底,你落地而已 Terry瞬間不見了,七成血 嘩,這次沒有升 SIMI成功了,豪鬼的傷害真是無話可說 其實豪鬼也很討厭 又是打這個大三婆,這次這個就是跟我差不多分數的,就是1700 很明顯你看到跟第一場的1600其實是很大分別的,你自己看就知道 一開球主獄進攻,成功跳進了,立即送多三格器給他,不要省了我們 成功壓牆,打一套壓制,打完 舔完就離開了 這次我原本沒有打算中,打他埋牆,但他中了就不太客氣了 壓球,這次就是經驗了 我壓他起身,怎知我被人壓回2000多 嘩,舔到,就死了 豪鬼埋牆的OD反波拳,真是高攻的瘋 嘩,兩格有4000傷害,你去哪裡找 嘩,他這樣跳波法 這下沒有反應,但不要緊,落地一個打 他這個搏得危險,兩下輕腳不知道幹什麼 嘩,他呀他回氣,我有我打,不要緊的,大家不影響大家 Shimi成功,這裡 其實可以先升多一下,不過算了,先交了 嘩,這個位置是繼續壓的,不用考慮的了 嘩,成功一下,這下撿雞,先撿一撿 嘩,撿一撿,嘩,痛啊 嘩,他這下勢力了 嘩,這傢伙真是流氣之子,這個位置還不交技,我不真的想怎樣 嘩 那我可能想留一堂氣打下一場 這場我覺得最後打得比較精彩 不可以 好 那我分都不知不覺,差不多1760 這個是我歷史上最高分的 好,那 升吧,這下不用問的 嘩,他解到達了 欸,這下,你說我是不是報呢,其實我忘記了 總之這下,他就算不升,他也會給我打一場 哎呀,早點撿下去 升吧 他這下,擋完兩下中拳TC是不是一救星可以的 除非他,我不太肯定如果SA3會怎樣 如果人家用SA3這樣,你就中吧 這下真的很白癡 你明知道他出了這下,你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繼續壓爆他,壓到他BURNOUT 這下其實如果他不是沒有血,我死了 我會中的這下 幸好他沒有血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其實你用IMPAC的霸體 其實你被人打的時候,你會扣少一點 我不知扣少多少,假如我打下去那天扣1000,你霸體的狀態就可能扣500左右 我不肯定扣多少,你自己試一下 有些人打得閃 他這下這樣甩的combo,我都幫不到他 哎呀,這下沒有反應 那我就被他偷撿了一下,超人拳 哇,真可憐 這下,嘩,正 這下就不要交氣,因為交氣就殺不了 我算過血,我交了所有氣都殺不了 因為大三婆本身多血一點 這下是白癡,沒話可說 豪鬼最高攻好像是6993 這樣 對,總之中拳TC擋完之後有你無理,有你揪點升就行了 那就開始打這個心理難回 其實我這個血量一下死的應該 我被人家一下死 哎呀,我覺得是時候要交了,其實可以再升多一下先,還是那句 好 你不要以為我很有優勢 一個修羅被人截了 這下沒有反應 然後傻了,不斷氣,但我又來不及有反應 我猜不到,又會影響 你猜不到這些位置會影響 你明白嗎? 一起Burnout 好,因為他有Lv.3就放球要小心 他又不知為何會搏衣服 這下就是 看準,看準來升 我告訴你其實很難的,對我來說 我們今天就先打這幾場,之後我都會用回豪鬼 Terry就玩完就算了 我們就下次見,拜拜